歡迎收看警訊 KJ,一見我回來就笑得這麼開心 當然了,Samuel Sir,要等你一齊回來公布警訊的好消息 真是很搭檔 你說的當然是2012年到第四階段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 我們的節目呢,即是頭三格 是第三名,Samuel Sir 而警訊一直都有相當好的成績 除了在欣賞指數調查中,一直都在頭五名之外 而全年的總成績亦都很快會知道 首先,我們就要多謝大家 如果沒有大家的支持和欣賞的話 我們節目不可能得到令人這麼鼓舞的成績 今年亦是節目的40周年 所以我們將會推出一連串的特備節目 頭炮就有講述商業罪案調查科的探員 如何深入調查一群在上市公司裏面 做數的大樂的單元劇,黑洞波 這個故事是根據真實個案改編而成的 演員包括陳健鋒、金興賢、鄺左輝、黃澤豐等等 而我和Philip Sir也有份參與演出 至於這個劇目,為何叫做黑洞呢? 讓我先買個關子 KJ,不如我們說回今集的節目吧 好,其實今集的節目都很有關係 你都知道,任何物質都是很難逃脫黑洞的引力 就像青少年如果受到隱誘而吸毒的話 後果一樣很嚴重的 到底青少年如何才可以遠離毒品 而家長在預防子女吸毒的時候 還有可以扮演什麼的角色呢?我們一起去看看 兒子,累了你回房間睡吧,別在這裡躺了 我睡了,別煩了 甚麼煩?爸爸不是煩你,關心你 你說誰爸爸不關心兒子的?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知道了,一放暑假你就是這樣 日又睡,夜又睡,你學也是這樣睡的,對吧 那放暑假當然要醜了 你那天又吵,夜又吵 都不知道為何開這麼長氣 喂 明仔,爸爸不是想說你,是關心你 謝謝了,謝謝你 喂,黃公子 你今天怎麼樣?你有沒有貨? 貨當然有,我現在就在你家附近 因為我過來找你 一言為定 強仔,在這裡蹲街嗎 見到你就好了 知道了,知道哪裡有咳藥水買嗎 小學常識題嗎 咳藥水當然要在藥房買 我也知道 那你平時買的那間呢 店鋪被封了,又沒有開門 其他店鋪又說要醫生紙 附近有一間,我帶你去 好啊,好啊,好啊 哥哥,你給我什麼 你給我咳藥水,謝謝 你要哪個牌子呢 那些呢 那些?你有沒有醫生紙 什麼? 喂,喂,Johnny哥 自己人來的 明仔,你這些朋友嗎?等等 謝謝 老大,Johnny哥 老大,我帶黃公子和阿強來 隨便坐 好,謝謝 我有包好東西,知道嗎 不用了,K仔不適合 咳藥水更適合 你們自己來吧 咳藥水被K仔這麼興奮? 試一點吧 不要了,你們自己來吧 真的沒有人 喂,我倆吃吧 幾千包 我得買剩這一包 我也要吃的 要是舊價,要是一半 一百元 來啊 真的正啊,不要試一下 一點硬一點 還有啊,這期貨物很漂亮啊 試清楚一點 包你畫正啊,思遠 哎,有沒有這麼正啊 這個才知道 喂,狗狗狗報案中心啊 是 我發現我兒子和你同學在家裡吸毒啊 不可一,不可在 站硬,不得野 打擊毒品一直都是香港警務處和其他政府機構的執法重點之一 但是面對吸食毒品年輕化和隱蔽化 如果家長在家裡發現年輕人有吸食毒品的習慣 到底可以怎樣做呢 在我身邊的就是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全建中心的徐姑娘 徐姑娘你好 其實青少年有什麼原因吸食毒品呢 我們看青少年吸毒的原因其實都很複雜 除了她自己本身的因素之外 亦都有家裡和社會因素 先說一下她自己的因素 很多研究都看到 其實青少年吸毒不外乎幾件事 第一就是受貧輩的影響 覺得和朋友一起玩,一起吃好像很開心 第二就是出於好奇 未試過,年輕人 不過試一下吧,應該一次兩次不會有什麼事 第三,亦都可能有部分青少年朋友 就是覺得吃了毒品之後 他們一些不開心的感覺 例如可能那段時間去面對失戀 失業,一些關係破裂 他們會透過吸毒 覺得暫時可以忘記了,放在一邊 當然也有部分青少年可能是尋求刺激 除了個人因素,其實社會和家庭因素都重要 社會上如果那個毒品不是那麼容易拿到 其實他們根本很難接觸 可能在他們的生活環境裡面 可能他們的社區會接觸得到 另外家庭方面,如果父母的關係和子女是良好的 很多時候有談有講的 其實他們吸食毒品的會議也會低一點 如果家長懷疑家庭的青少年有吸食毒品的習慣 有什麼症狀可以觀察到呢? 其實如果青少年子女真的有吸毒這個情況 父母其實可以是一些蛛絲麻跡發現的 很簡單,兩方面 首先是身體方面 其實如果父母留意到子女真的有吸毒的話 可能她的精神狀態會變得很累 睡的時間比平時好像長很多 好像記憶力也會差一些 你跟她說了一些事情 沒多久,她好像很快就忘記了 最直接就是去洗手間這個時間也去觀察 她會不會經常,好像每15分鐘半個小時 就要去一次洗手間呢? 她的時間也比較長呢? 這些也可能是因為她的毒品 影響了她的腎臟、膀胱出現的問題 另外就是流鼻血 因為如果她吸食一些K粉 可能也會損害了鼻膜 會出現流鼻血的情況 另外就是一些環境因素 家長也可以留意到 例如在家裡會不會有時會發現一些 可能這些包裝的好像粉末那樣的東西 或者是在她的書桌、房間裡都會發現一些 好像紙包飲品的盒子那樣的物體呢? 那會不會這些都有可能是一些吸食毒品的工具 再一個情況就是家裡有沒有一些金錢、財物 可能突然間多了或者少了 可能多了錢賣名牌 或者也不見錢這些情況 這些都可能是一些蛛絲麻跡可以發現到 小孩子有沒有吸食毒品 那家長一旦發現出現這些症狀了 到底社會上有哪些服務可以幫到青少年代毒呢? 如果家長真的發現子女可能有吸食毒品的情況 第一,真的出現身體的不舒服 例如尿頻、流鼻血這些 最直接也最方便的家長 可能就是去最接近的醫院的急診室去求診 因為醫院的急診室其實每一個醫院聯網 其實都有一個濫藥服務中心的 第二類的幫助就是可能找一些社工 社區裡面其實都有不少的輔導機構提供介毒服務 這些社工的機構他們都會幫助青少年 有一個初步的精神評估 他們的吸食毒品的習慣 亦都要看他們的求助動機 如果動機其實都是比較高的 都是覺得需要去介毒 亦都會再跟他們去跟進 去轉介一些自願式的 轉介毒輔導或服務 警診40周年 我們的節目都推陳出身 但如果一棟樓宇有40年的歷史的話 就一定要進行大維修 說起維修 警方最近就發現有不法之徒 親自大廈維修的時候 利用棚架進行入屋爆洩 所以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大廈樓宇在維修期間 究竟有什麼防盜措施 是要特別留意呢? 我們待會見 大廈樓宇在維修期間 今天會不會發生 大家 大廈老闆 維修期間 我們 options